過去是做企業的 所以我注意到川普總統 他有幾個特色 我覺得所有美國歷任的總統 都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優先 他當然不例外 第二點 他的政見裡面有一個是 他要停止TPP 所以我會比較關心的是 台灣的政府是應該立即要跟美國談FTA的部分 這一個部分 我們希望跟他的智庫 或是有任何機會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談到 第二點 我覺得他有一個政見 我非常有興趣的 是WIND POWER HEAR ALL THE BIRTH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政見 好像公立發電會把老齡打死一樣 這個是一個內政的環保政策 我覺得將來會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政策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 不是把馬雲叫來或郭台銘叫來 談一談的問題 而是這個是會影響到整個世界的 一些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未來的一個發展環境 那這是所有的事情 只要是川普過去是一個企業的背景 我覺得對雙方有利的事情他都會做 所以對台灣有利 對美國有利 對我